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了 吴磊去草原露营 晒出的照片中 貌似透露了什么秘密哦 这个甜美的女生咋这么眼熟呢 仔细一看 是我们露丝啊 吴磊和赵露丝 是两人单独去大草原露营了吗 这是在恋爱了吧 雷雷这个偷拍角度 妥妥的就是情侣男友视角 这两人看来是真谈了 据知情人透露 吴磊和赵露丝真的在一起了 这对夫妇的恋情 还是被很多人看好的 都属于高颜值的演技派 一直兢兢业业在拍戏 两人在圈里也是出了名的好演员 赵露丝热播剧 偷偷藏不住 在海外数据登顶 在长风度 玉谷摇的夹击中 偷偷藏不住 依旧保住了播放量与热度 随着剧情的推进 偷偷藏不住 的口碑更是逐渐逆转 让人直呼高甜 海外MDMDL 其刷刷都为 偷偷藏不住 开出了9.0的评价 不得不说 海外确实十分吃甜宠剧这一套 而赵露丝继 心悍灿烂 后又爆火了一把 吴磊这边爱情而已 在央八黄金时段亮相 首播破一 凭一己之力打破言情题材的局限 不仅如此 一经初是直接登顶全网热搜榜首 就连戏谷云集的爆款 他是谁都甘拜下风 吴磊的这部新剧真是要火的节奏 客观来讲 爱情而已 无论是阵容还是剧情设定 都无法与央视的其他口碑好剧比肩 可就是这么一部看似平平无奇的小甜剧 竟然能瞬间吸引观众眼球 在央视闯出一番天地 评论区更是被似五星刷屏 这真是今年难得挑不出次的良心剧 两人的事业目前都是顺风顺水的 话说2022年简直是内于逼迹益事 天选cp感的无路可逃 一跃成为心境顶流 在2021年 吴磊赵露丝就在电视剧 长歌行搭档过一次 彼时俩人同框戏份并不多 但一年后 俩人在 新汉灿烂河 月升沧海中 戏份多了起来 而且还是那种亲密戏 表现得十分亮眼 许多剧粉回味无穷 纷纷刻起了真人cp来 无路可逃是真是假 大家各执一词 有人认为cp粉天真单纯 俩人只是营业 而坚信他们是真的人 依旧十分上头 我想说 大家都别猜了 吴磊赵露丝谈恋爱 早就有迹可循 剧中营业 一反常态 在娱乐圈 剧播期间的cp营业 屡见不鲜 已经成为影视剧宣传的一种手段 一部剧播出之前 演员会配合宣传进行埋线操作 目的就是播出后让剧粉考古 营造出一种主演关系很好的氛围 可是在作品结束后 就会迎来一波拆cp提纯热潮 可乌磊和赵露丝两人不同 在心汉灿烂 播出期间的互动区只可数 长达两个月的播出时间里 只有开播前的发布会 一次卡到掉线的直播 以及超前点播的点印里 有关于两人的物料 而常规的双人采访 双人杂志 双人合体综艺通通没有 单纯靠着天选cp感 吸了无数粉丝 可当众人觉得该到拆cp的环节时 俩人却一反常态开始营业了 记得2022年8月的宝格力晚宴 本以为他们会缺席 但不料二人同时官宣出席 无路可涛迎来首次合体 就连佩戴的珠宝也是情侣款 但晚还贡献了铜矿神图 而那个月末又迎来 心汉灿烂的庆功宴 若是要拆cp 便会像超甜冰淇淋 景田和张冰冰cp一样 做得远远的 可当天不仅官博放出二人合照 就连赵露丝本人也无惧留言 大放放出和吴磊坐在一起的照片 拆cp迟迟未提上日程 不得不说 这段头饭吃出了流水席的架势 根本不符合内宇炒cp的基本路线 不难发现 在当时 无路可逃的粉丝持续增长 前排几十位放眼望去 全是cp粉的评论 可到了赵露丝生日时 大家又变得一视同仁 在给人超话中回复cp粉的问题 可以说是给足cp粉安全感 空瓶快 反黑墙 购买力猛 是无路可逃粉丝的最大特征 若是提纯绝对是一群优质粉丝 可直到今日 二人都没有做出提纯举动 足以说明 他们的关系并不是营业cp那么简单 二人互动 更显端倪 星汉灿烂开播之前 吴磊赵露丝不熟的传言传出 可聚播之后 俩人的点点花絮片段放出 粉碎了这些洗脑包 无论是抱着转圈圈 还是喊卡还牵着手 亦或是杀青后各自不舍 吴磊赵露丝俩人表现的没有半点不熟的样子 而到了剧外也是如此 宝格力哄坎时 在那场后场的吴磊 特地出来守在赵露丝身边 在赵露丝结束采访后 吴磊又转身走回内场 晚宴中 吴磊的家人兼工作人员纷纷站在了赵露丝身后 当时 吴磊因为工作原因 不得不提前离场 但他面对长枪大炮的拍摄 也要绕到赵露丝后说再见 这难说只是友情 不过 你可能觉得这只是工作上的互动 还不足为证 没关系 后面还有 去年的中秋节 吴磊晒出了月饼照 要知道 那是长沙本地人才之小的月饼 可是吴磊当时在深圳拍戏 就连工作人员都没有长沙本地人 可据了解 赵露丝的工作人员有许多长沙人 结合来看便非常清晰了 不仅如此 俩人拍摄杂志时 身上的配件也越来越重合 除了俩人的商务代言产品外 还有一些其他情侣款配饰出现在二人身上 有意思的是 二人各自代言方竟然点赞他们二人CP项的评论 难道说这是在圈内公开了 双标态度 耐人寻味无论是赵露丝还是吴磊 俩人各自的大热CP也非常多 可是无路可逃确实不一样的存在 赵露丝手中不乏大热CP 按照他以往的态度 可以说是相当必闲 可反观何无磊 他几次赞不绝口 在接受采访中 也娇羞说到何无磊合作 让人觉得很舒服 再谈无磊 已经有19年功龄的磊磊 熟练地掌握圈内生存法则 面对一切营业都是游刃有余 可是和赵露丝在一起时 便像喝了假酒一般 在点印里面对赵露丝的告白 直接上头地当着所有人的面 喊何露丝去扯政 一次下工回酒店时 无磊看着粉丝的灯牌上 映着无磊赵露丝 忍不住仰头大笑 看来是真的情难自禁了 而这一回 面对恋情绯闻再度上热搜 赵露丝方做出了回应 没想到 这只是针对之前 对他私生活进行人身攻击的声明 对恋情避而不谈 倒像是很隐晦用了一招唯唯就招 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要知道 此前也有八卦记者 声称赵露丝在和90后顶流男性恋爱 当时 赵露丝方就立刻回复了假 但对于与无磊的传闻 他却选择了充耳不闻 再说 若是二人没些什么 他们的CP粉也不会如此壮大 综上所述 我能想到的不公开原因 就是两位当事人年轻 且正处在事业上升期 暂时不公开恋情 等到时机成熟 自会公开 你认为赵露丝无磊般配吗